它是那個小蜜 蜜袋舞 哦 蜜袋舞 哇 這邊全部都蜜袋舞 屋子裡擺了一二十個籠子 裡頭幾乎全是蜜袋舞 有的則是跑出來閒逛 不僅如此 屋子裡更多的是雪雕 高達五十二隻 用籠子養 你怎麼養這種環境呢 男子把雪雕養在屋子裡 任由他們在客廳跑來跑去 甚至還鑽出網子 跑到外頭去 救援團體發現 雪雕不僅曾跑到鄰居家被送還 還曾跑出去吊掛在機舍死亡 原來這雪雕一隻動輒一兩萬元 男子疑似在屋內繁殖販售 後來因為出車禍 無力繼續飼養 才會任由他們到處亂跑 你這種特殊寵物 沒有規定繁殖難賣 但是你這數量太多了 你這環境上還是別 環境惡臭 加上雪雕為施打狂犬病疫苗 加出疾病防治所 稽查後決定開罰 他的雪雕沒有依規定施打狂犬病疫苗 所以可能會違反動傳條例 可能可以開罰三到四五萬 雪雕沒有管理好這件事情 因為有涉及輸縱 所以我們可能也會依動保法 可以開罰三千到一萬五 開罰之外 五十二隻雪雕也將由愛雕團體協助 開放民眾任養 TVVBS新聞紀建亨 嘉宜報導 我們繼續訪問